8月1號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也進一步提出如何和原住民族和解的想法 其中包括蘋果族身份認定 7號民進黨中常會上 圓民會就原住民族政策推動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從總統府原轉會 原規法推動會 原住民族自治和土地政策 再到族群就業 語言文化教育等政策執行狀況 對此原住民族行動聯盟認為 圓民會是關鍵角色 不只是政策協調 更應該積極捍衛原住民族固有權利 特別是針對行政原住民族委員會 不要不信任自己的族人 你先建立好各族的這個族群的 這個民族的機制之後 他會變成是你最大的後盾 所以希望行政原民會 他有更 更高的位置 或更寬廣的來理解跟串聯 這樣的話 內外這樣離應外合 終究一定會成就一些 我們所期待的一個願景 這個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歷經十二年四次送立法院審查程序 而原住民族土海法 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空間 至今仍難以落實由下而上的劃設認定 圓民會和立委只能就原機法精神 訂定配套辦法或進行法律相關修正 但都相當耗費時間 主任何學者認為這也折損了各族群 但是現在看起來現在的行政的系統永遠掉入在把原住民當作是要被補助 要被研究 要被青春 要被支配 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子一樣的 原住民族政策等各項權力被瓜分在各部會支配 學者認為如果總統道歉高度 無法在中央各部會實踐各項承諾 一切都是空談 期盼政府在聽取原住民族政策推動現況報告 能夠在有總統每三個月親自主持的原轉會中 確實延商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記者 採訪報導